贪婪大肆 相侯庄严即发生 是画龙地银金之笔 发生在哪里 并法界虚空界 万事万法 就是发生了 谁的发生了 自己的发生了 所以 并法界虚空界 跟自己是一体 你什么时候认识了 什么时候肯定了 恭喜你 你是发生菩萨了 你得了清净心 你得到真智慧 为什么呢 你知道 变法界虚空界 是自心变现出来 华言经上讲 唯心所献的 是你自己的心 所献的 就是慧能大师讲的 何其自心 能生万法 能大师所讲的 自心 就是贤手过世 所说的 自心清净 圆明体 能生万法 万法 万法是自心 所生的 自心是自己 自心所献的万法 怎么不是自己的 这个东西 就像人做梦一样 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 梦从哪里来的 科学家告诉我们 在我们内心 身处 潜意识 变现出来 在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是 阿赖耶里面 落些的种子 睡眠的时候 我们无法控制 它去现行 不管哪一种说法 总而言之 都是你自己变现的 梦不是从外出来的 都是自己变现的 梦中境界 不完全是自己吗 梦中有自己 也梦到许多人 那许多人 还不是自己 自心变现的吗 全心变成梦境 全心就是一个 做梦的心 心境一如啊 心境不二啊 梦中如果真的觉悟到了 哎呀 我在做梦 通通都是我自己变现的 啊 离开了自己的心 做梦那个心 就没有梦境可得 我们的心境不二啊 我们现前 我们现前 是做梦 啊 现前 设法界 六道 全是我们自己 心变现的 啊 可是变现的 就像做梦一样 只认识 这个神是自己 其他都不是我自己 这就错了 啊 觉悟的人 明白的人知道 这是我自己 其他通通都是我自己 你真的 也发生了 变法界 虚空界 是 也发生了 事出世间都在里头 没有意外的 出世间是诸佛如来的暴徒 啊 滑藏 极乐 密宗里面讲的密言 啊 密的境界 就是设法界 这样 一阵状严 通通是 也发生了 要不证明的 还不证明的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